大家都知道 萨莫烟是白色的 可是这三只萨莫烟 身上都有 都长着黑色了 今天我们要来 破破这个案子 看是咋的变成这个黑色的 走我们去破案去 今天一定要找到 他们的原因 为什么头上有黑色的猫 这应该 今天纯白色的萨莫烟 这两天我发现 这头上有黑毛 咋回事 我现在要破一下 这个案子 因为萨莫烟都是白色的 没有其他颜色 它怎么头上有白毛 头上有黑色 我一定要观察 观察他们 看到底什么情况 这是咋整的啊 整的这么脏 而且这种黑色 这么黑 我这不应该有这种 能染进黑色的染色机啊 现在一定要把这个案子 给它破了 看看它到底是怎么 把自己的头发 把自己头上 给那个搞的黑的 这要是一个狗狗 这搞把自己搞的这么黑 我也就忍了 这所有的狗狗 都是有一块黑 这黑是到底是 哪儿整的呀 小姜瓜 带我去看看 你身上的黑毛 是咋整的 走 领我去看看去 哦 原来是这样 算锅底了 哦 瞧 根锅底下去了 出来吧 知道了 哎 这可能凉快一点 钻着底下去了 哎 瞎家伙 这锅黑不溜秋的 怪不得 怪不得我这身上 怎么有黑毛啊 就吓坏我了 瞧 人家这种黑毛 那是天然的黑 黑就黑点 瞧 出来了 哎呦 哎呀 无话可说了 头上顶一组黑毛 很漂亮是吧 以后谁再往 往那个锅底下钻 我弄死它 见了没有 再钻到锅底下 我弄死你们了 就 我这个锅 用那个锅 把你们炖了 没办法了 一会儿天暖和了 给它们洗洗澡 这不行啊 你看我这妞妞 它黑就黑了 人家黑吧 人家是应该有的颜色 你瞧 这三位 还把自己也整这么黑 这也算 今天 我总算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他们身上这黑毛 总算知道是咋回事了 我还要用这个锅底下 我还用这个锅底下 我还用这个锅底下 我还用这个锅底下